8月3日至8月8日 长石集团在香港的楼盘七海一二密集加推四份价单 共推出626套房 其中最便宜的房型蛇石尺价为1.38万港元 比周边二手房价格便宜约30% 并因此掀起了李嘉诚香港七折卖楼的热议 尽管长石集团董事总经理郭思威随后对媒体指出 对比同类型的楼盘来说 七海一价格便宜了10%左右 但仍不党销售首日购房者大排长队 房源获得超过60倍人购 在内地长石集团旗下位于北京的豪宅项目也将迎来入市 玉岁园终于下证了9万多 比之前吹风价低很多 8月不少北京中介开始在各个渠道 推介玉岁园项目及待看样板房 开发周期长达22年和黄折价出货 玉岁园是长石集团内地房地产业务运作平台 合计黄埔所开发项目 整个姚家园项目地块由合计黄埔于2001年拿下 至今开发周期已长达22年 2005年至今 姚家园项目地块相继转化出 玉岁园一期玉岁上浮 而目前你入市的玉岁园是整个姚家园项目唯一为开发地块 为玉岁园系列二期 同样也是目前合计黄埔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项目 早在去年10月底 玉岁园就已开放售楼处 并称将于11月中下旬取证开盘 吹风价至少在10万元每平方米起 更有消息指出 项目预计申报单价为10至11万元每平方米 不过从项目最新货批预售价来看 此批取证房源 共9栋楼473套房 分楼栋来看 9栋楼货批的销售价 在90672至99744元每平方米之间 分产品来看 整体平层产品均价约9.8万元每平米 而连排别墅均价约9.1万元每平米 与此前吹风价相比 此次玉岁园定价低了近亿成左右 对开发商而言 项目吹风价往往代表了其市场预期 一名玉岁园项目销售表示 去年底的销售口径确实为10万单价左右 去年并没有备案价 如今申请的备案均价在不同楼洞会有不同的价差 但预计单价不会超过10万 另据该销售透露 目前项目取消了验资看房的规定 据悉 玉岁园曾于去年11月2日开启验资 根据意向购买的房源类型 平层或连排别墅 购房人需在资深账户存有50万元或100万元 同时还需提供购房人名下200万元或800万元的首付资金 含存款 笔财 股票 证明 赵立在今年8月初前往玉岁园售搜楼处 她告诉时代财经 项目看房不需要验资 直接预约就可以前往看房 据赵立了解 看房当天售楼处除了有购房者 还有大批房产中介 这意味着玉岁园开售及开放了中介渠道 估计开发商也是想快点卖掉 平层的楼洞肉眼看已经快封顶了 销售说明年底就可以收房 从调低定价 取消验资 以及开售及开放渠道 不难看出 开发商正在逐步降低购房者门槛 加速去化 而这也是李嘉诚家族 如今应对市况下行时的售楼手段 在8月3日举行的半年业绩分析员会议上 常识集团主席李泽据称 集团一向奉行 以市场价格或低于市场价格出售项目 以便促进销售及资金流转 在中期报告中 李泽据也提及 今年依旧面临严峻的市场 需要以货如轮转策略来应对 集货要像轮子一样转起来 相较香港七海一二深水炸弹般的促销价格 北京玉岁园定价更为谨慎温和 在北京从事高端住宅交易的卢强 则对时代财经指出 玉岁园所在的姚家园 并不是成熟的豪宅区 因此其对玉岁园的收客效果并不乐观 往朝阳公园板块或者周边辐射板块 十万甚至十万不到的二手选择会很多 所以玉岁园价格肯定不能太高 而且尝试拿地时间比较早 土地价格低 比其他开发商更有定价优势 2001年合计黄土摘下姚家园地块时 楼面价约1750元每平方米 而如今的备案价已较拿地价格增长了超50倍 台发周期漫长 坐享土地升值一价 这也是李嘉诚家族在内地一贯的房产开发逻辑 北京新房市场疲软 千万级豪宅也降温 玉岁园预售价较吹风价下调 也折射当前北京新房 尤其是豪宅市场的疲软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骁 旧时代财经指出 虽然项目此前吹风价达到10万元 但是实际申领消取价格略低 这也是开发商顺应市场形势做出的事实调整 面对市场的持续降温 开发商适当下调了市场预期 加上该项目地块已经拿低20多年之久 开发周期长产权缩短 中止研究院报告显示 2023年7月 北京商品住宅供求双双回落 承销规模降至近5月最低位 新房存量及去化周期回升 市场持续存压 整个7月 北京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 承销规模为50.99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12.8% 同比下降8.9% 2023年1至7月 北京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 累计承销387.8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5.1% 尽管个别项目走鞘 但相对坚挺的千万级豪宅市场 同样有所降温 毕斯豪豪宅研究院数据显示 7月整体新房豪宅网切量为290套 环比下降7.64% 同比下降58.98% 连续4个月成交量下滑 卢强对时代财经指出 今年总价1500至2500万元豪宅的成交下滑 较为明显 主要是因为该部分人群 大多是撬动杠杆买房的改善人群 面对市场变化会有一定的观望情绪 而根据备案价格 玉岁源的平层总价 预计在1300至1900万元之间 毕斯豪则指出 预计8月份因为有玉岁源新盘的入市 能为新房豪宅带动一批流量 但是最终是转化到新房 还是二手房 要由房源价格的优质度来决定 据了解 由于板块内新房项目不多 玉岁源在区画上存在一定优势 同时 玉岁源的备案价 相较周边同档次社区二手房价格 有一定的竞争力 据悉 项目周边的北京星河湾 售价约9.9万元每平方米 关湖国际约10万元每平方米起 泛海国际11万元每平方米起 玉岁源取证均价 基本与附近板块二手房持平 甚至有一定倒挂 文中受访者赵丽 卢强为化名